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相信豆腐大家都很喜歡吃 簡簡單單,營養豐富 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的 冰菇扒豆腐 首先我們看看原材料 有400克的版豆腐 街市就要買的,很簡單 我們有綠容菇 聽過名字,終於已經夠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鮮的菇,真的有很多品種 新的 我們都未見過 還有薑 蒜 青蔥,還有乾蔥 我很喜歡下乾蔥 原來沒有版豆腐 你可以看到有布包豆腐 你可以用布包豆腐 用布包豆腐 盡量選一些硬一點 這樣會比較早 軟的不適合 接著我們先切一下蔥 很簡單 又是簡單 簡單已經變成口頭閃 我們把蔥切了 3-4斤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這些老紅菇 在下面那裡 我們切了 不是不要的 有空拿來煮豉油 都可以的 我們只要上面那一段 裡面那段呢 會比較硬 就是這樣 我們切完之後 一段 其實平時我們 我們可以煮豉油的時候 我們要加少許下去 味道會比較好 我們切幾片薑 幾片就夠了 然後呢 我們剝了皮之後 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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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不需要切的 然後呢 乾蔥也是這樣 壓一下 都是不需要切的 大大粒 粗幹一點 配料呢 就顯示在這裡了 接著我們切豆腐 若我呢 一隻手指的粗度就可以了 食指 當然不是手指公 食指 切完之後呢 我們總共有八片 我就OK了 然後呢 我們灑這個粟粉 它的表面上面 兩邊都要灑 這樣灑完之後呢 你煎的時候 就會更漂亮很多 和好煎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黏 那樣 顏色會更均勻一點 你不想下都可以的 其實 但是就沒有那麼漂亮 等一下你會見到的 兩邊灑完麵粉之後呢 我們先放在一邊 我們燒熱的鑊 中火起鑊 慢慢燒 燒熱的鑊 然後我們先放油 鑊有點厚 所以我們要燒久一點 而且呢 當我們盡量呢 將它平均地燒 平時你可以用其他鑊 你也是這樣 每個地方都要燒到 等它平均受熱 這樣才不容易黏的 你看到它有煙 我們加少許油 都不少 其實 加多一點 加多一點 豆腐和麵粉會吸油 這樣 多一點油呢 更漂亮 你可以用易結和 這樣你可以少加少許油 而且用易結和的時候 就不要燒得那麼厲害 我們先拿一塊豆腐 拖一拖它 然後再放下去 這樣呢 有好處就是 有些拖的時候 它不順滑 就不要放 一放下去就會黏的 你拖的時候 你順滑 咦 放下去就不會黏了 我們煎什麼都是這樣的 特別是煎魚的時候 更加重要的動作 初頭放下去 不要動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動了 這樣慢慢煎 用一個中慢火來煎 煎到這樣 上下的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 偷看一下 如果下面開始有少許黃的話 即是下面那裡 開始有少許黃的話 我們可以翻下去了 看看 好帥 麻煩等一下 如果有廣告的話 幫幫手 30秒 如果好看 就看久一點 如果不好看 30秒 麻煩麻煩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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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到豆腐兩邊 有色就OK 我們等一下還要煮一煮 有些汁 跟著呢 我們先放在一邊 用這隻鍋 還有四件豆腐呢 我都煎了 但我就沒有拍出來 時間的關係 就是嘛 我們用這隻鍋 我們下少許油 沖火 不需要收慢火 繼續沖火 我們炒菇 我們把菇炒到涼 又是 微微的有顏色就可以了 等下你會看到的 因為這些菇呢 你炒不香 還有呢 不要太小 太小會出水 你看看 兩邊呢 有些 有顏色 煎到有少許焦焦的 基本上就OK 我們等下還要再煮的 但是這樣炒一炒 就會香很多 菇類呢 它裡面是有油的 但我有機會教大家 做這個野菌湯 是一滴油都不用加的 我們直接用菇裡面的油 它都會很香的 就這樣 你看看 亮身的 很帥仔 不然呢 我們要放少許鹽 我們炒的時候呢 我們要放少許鹽 趁熱的時候 它就會有少許鹽 黏在上面 就好了 放在這邊 現在呢 我們就煮汁了 拿回鍋 不用洗的了 放少許油 少許就夠了 因為鍋平呢 所以你見我 其實我不是放很多油 而已 這樣看起來好像很多 我們放幾片薑下去 我們慢慢把它燒香 先把它燒香 一鍋特性 我們把鍋 打質一點 然後呢 讓它 薑呢 每邊都可以接觸到油 這樣炸香 簡單來說 炸到焦黃焦黃 就可以了 有少許焦黃都可以了 然後我們放一些 乾蔥 蒜 青蔥 在這個時候都放下去 然後呢 我們開中火 小心炒洞 因為火比較大 接著呢 我們準備來 我們要把酒放下去了 我們放少許黃酒 黃酒 即是紹興酒 然後我們放少許水 接著 我們放少許水 有雞湯就放雞湯 沒有雞湯 雞粉水 或者水 都可以的 接著呢 蠔油 兩湯匙 因為我們做菇類的東西 其實蠔油會比較配 如果不喜歡蠔油 那就用生抽 生抽 然後加少許冰糖 煮一下 令到那些 那些蔥 蒜 的味道 出來 接著我們放些鹽 然後放些菇 我們收小火 收小火 慢慢 令到那些 蔥薑蒜 的味道 出來 然後我們放些菇 進去 繼續用收小火 我們把醬汁輕輕熬 一熬 即是熬低一點 那些味道就會更加精 然後我們放少許糖 進去 基本上都是這樣 醬汁越煮越少 不怕 可以 不需要那麼多醬汁 我們要緊緊夠就可以了 我們要放些豆腐 輕輕煮一煮之後 就可以起了 醬汁 有蠔油 煮一下煮一下 都會稠一點 就是這樣 我沒有打蜆的 我覺得緊身一點 這樣就不會有 像蛇打蜆一樣 一坨坨 你想打蜆可以 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我們燒熱的煮 沒有煮 用碟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簡單的 一個豆腐 這樣就有一餐了 送飯一流 沒有肉鍋 但是它夠味 絕對 沒有肉 但是絕對夠味 因為鍋味 已經黏在豆腐上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豆腐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